同樣要向出發還要違法的日照託房 因為價值有比較少 實際部分民眾選擇去擲 這讓合法越少的佔是真相機 官公教就表示說 去年各地行政府是總共擔集到七百多家 也會有民眾 還是要選擇合法越少 這檔保障越有的安全 環境會黨啟哲人員 來讓我們檢舉的日照託房 擔集 過去兩年 風月期間 有日照託房 規劃收留期減少 讓地方政府出發 該方後日照託房也因為介紹比較少 讓部分路客很加意 合法定期的路速業者也這麼無難 根據國庭政府回補 面前規劃日照託房 台北市最多 有一百九十斤 台中市有一百七十二斤 台南市九十九斤 高雄市八十三斤 加義市二十五斤 法令官十二斤 新北市五十斤 官公教表示 其實如果是做託房 無定期合法的路管 跟民宿也都在十七月範圍來 法定官公教的對規劃 路速業者 最多事發五十萬 還可以下令效益 去年一整年 發環的次數有七百六十八次 那發環金額有超過八千八百萬元 那觀光局也呼籲提醒民眾 在出差 旅遊 一定要選擇合法的旅宿 官公教提醒民眾 可以像官公教生立的臺灣路速雜診 這些路速是不是合法定義 因為合法路速 必須就要負合法令的規劃 包括公共安全跟衛生 消防到深色檢驗 就要跟導播公共以外的危險 對路客相對較有保障 記者 中華報導